年轻时啊,这个世界告诉你养儿防老 晚年时呢,这个世界告诉你啊,受多则辱 一个现实是呢,就算你牺牲一辈子青春年华去推磨 等你风竹残年时啊,你也依旧摆脱不了 老而不死,视为贼的嫌弃目光 这个养老啊,就是一根啊,挂在驴子脑门前 永远吃不到的胡萝卜 你为了他呀,你就被骗光了一生 曲姐看了太多案例了啊,什么养儿防老 基本上就等同于邪教的迷信思想 尤其是这种老一代的老傻子嘛 五零后啊,六零后啊,四零后啊 有些缺点啊,有些他们呢,特别重男情侣 特别的爱调,护调,败调,舔调 舔了一辈子,舔了一个寂寞 他们的好大儿啊,好大孙呢,吸干榨净他们 就把他们一脚踢进了养老院 这不都是老傻子们活该自找的吗 有多大的这种败调,爱调的虚荣心 那你就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呗 这个屌啊,就是邪教迷信的图腾 男权父权社会啊,这个屌就是男权父权社会 而人为创造出来的这么一个封建迷信 既然呢,你们喜欢迷信邪教 那就要付出重了鞋的代价了 看上去吗 这就是这种败调的对手